今天早上的特别股东会 总体来说 开的还是比较顺利的 所有的股东代表 都有机会 向我本人 包括我的团队 做出发言和提议 我也感激第一次有这个机会 跟所有的股东代表 亲自的接触 今天所提出的议案 总体来说 还是很顺利的 我知道之间 刚才之前的一位 特别股东代表 也做了他的发言 我只能说 我衡量了 所有近期内发生的所有事件 包括现在在高法的一些 已经立案的一些案件 对于某些股东 所持有的股份的一些挟持 一些疑问 经过我和我的律师团队 我和香港监管部门 和各个方 经过考虑之后 我本人行使了 公司张成的第74条 我执行我的职责 我把所有 我们觉得到现在为止 有疑问的股东的股份 按照我的判断 把它排决 提出 把它撤销 做今天的投票权 我知道最后 高法会做出他的判决 我也知道 所有的股东 包括今天提出的疑问的股东 他可以认识 任何时间可以调会 我本人作为公司的主席 也愿意 配合所有的股东 到今天提问的股东 再另外开一个特别股东会 我们在这里 所有做的事情都是透明的 我今天在会上 特别在开会之前 提出了我本人的职责 包括所有在位的董事 和管理层的职责 我们有四个群体 我们需要保护 作为公司的主席 第一个群体 就是在职的员工 所有代表康宏 挂康宏名牌 代表康宏的销售团队 我们第一要先担负责 我们要稳住这艘船 这艘船有点动摇了 我们需要稳住 这个不管是吴先生也好 我们依靠我们的财务总监 他们等一下会允许他们 跟大家讲几个话 所以我第一个群体 要大家知道家里没有乱 家里发生了一些事情 我们需要把事情理清楚 工作还是需要做的 第二个群体 就是我们的客户 这些客户信任我们 把钱委托给我们 做投资买保险 我们一定要保护他们的投资 保护我们的资产 所以第二个群体 我们在这里 所有团队也要负责 第三个 就是今天到会的 所有的股东和代表 我们对他们也要负责 尤其小股民 尤其小股族 通过他们挣出来的辛苦的钱 投资了信任的这家公司 可是很不幸的 发生了这么多事件 作为公司的主席 所有的管理团队 第三个群体 是这些股东 所以我今天也特别声明 第四个群体 就是对于香港 整个经济市场 我们要负责 包括所有的监管部门 监管所有这些经济交易 我要做出我的工作 所有团队要做我的工作 这是很认真的 很严肃的 我今天也跟所有的股东代表讲 需要给我们时间 这些突发事件 在12月初 逮捕了三位执行董事 这是很严肃 很严重的 不能仓储的 把一些事情都处理掉 通过高法 所有监管部门的配合 我们是公开的 我们是透明的 我其实就任了是一个很短的时间 我在工作财务方面 其实有几个重点 第一个就是希望 尽快全面掌握到 整个康宏集团的财务状况 第二方面就是 尽快保护我们既有的资产 第三方面就是 当然很重要就是 配合各监管机构的咨询 和调查 最后都是很重要的 就是固定我们的财务团队 和我们康宏所有员工的 信心和士气 感谢观看